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 但是发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特点就是这应该是我们环江之旅中迄今为止走过的现世当中 头一个在林代里面种果树种类最多的而且林代里种的树也是最多的 在古代的时候吴苏可思蒙古国和硕部落的一个领地 但是现如今呢它紧邻着乌鲁木齐还有伊犁伯乐这一片 刚刚呢我们从市区外面到了市区里边的时候呢没有看到水流就看到了一个九连泉 但是呢乌苏这边的一个是大自然降水还有一个就是伊犬嘎哈比尔这边的一个北坡冰砖 这边冰砖是非常牢道的也非常大 再一个我们这会呢再继续在乌苏市区来转一转找一找看还有没有一些特色一点 吸引大家眼球的一些地方啊我们先溜达溜达转一转啊 看像这种的小果子这个应该櫻桃吗不是櫻桃啥 这是撒果子我也不知道在乌苏的街道上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苹果了酸梅了梨子了啊 还有我们后面这种多棚来再看一下这个 你来这玩的时候呢玩饿了玩渴了走累了 这边椅子就呢椅子就呢直接这样吃就行了 放心吧这是没有打过农药的没有打过农药的可以直接吃 嗯这个呢有点有点三色 我们这会呢就已经到了这个乌苏博物馆了 但是我们这会要进去 里面的视频能不能拍照片能不能拍 我们还要经过管理人员同意才可以 不能拍的话那那就我先过眼影了 你们下次再来吧好不好 刚才呢我们也进去询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这个今天星期天已经下班了 6点半了已经下班了 人家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开馆 然后呢每天是四个小时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 今天赶得不凑巧 嗯下次你们来的时候要记着了啊 周二到周五这个时间带 到领先来的时候要记住 You know 我看你了 我觉得欣赏着你了 我看你了 这afarion 黑白天 看你了 心中的爱恋 共同去的祝愿 这美好瞬间 啤酒和音乐 何处不欢迎 天长啤酒 让我们庆祭小夜 我们现在所走的的就是 乌苏这边的啤酒小镇 这边呢全世界市 然后喝啤酒 来来往往的人都会在这聚集 结果呢 各个商户呢都开始在 整理自己的摊位啊 整理自己的摊位 正好呢给大家也提前公布 说一声啊 8月份8月初 是咱们乌苏的啤酒节 应该是8月3号 如果我说的这地方 日期有料不对的啊 咱们乌苏的市民呢 看到了 记得给大家纠正一下 是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出发下一个地点 那就是奎屯了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遇见新疆的你 继续支持新疆胖子哥 带你了解最真实的新疆 不要忘了 8月3号 无数啤酒节 无数啤酒节 最新幸福的方向 一路的长 带上你的爱呀 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 姑娘的眼神幸福的方向 静静挑拔可恶的海洋 让你聚在人间天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